我們是有劇化故事的 今天的故事就是講到 昔達多太子離開皇宮的情形 請各位收聽 上次昔達多請求靜泛王 答應準據離家求道遭遇拒絕 仍然處心積累打算離開皇宮 尋找實踐真理之道 今天劇化故事在開始的時候 是靜泛王正在舉行一個會議 承相、學士、長官 今天我召開這個會議 純粹是討論昔達多要離開皇宮 出外求道的問題 請大家對這件事發表下意見 承相 在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怎樣 皇上 關於太子要求收道 我以為大王千萬不能答應他的請求 今天貴為太子 將來就是一國之君 如今要輔導太子處理郭靖 勵精圖治 奠定萬年的基業 這樣才對的 又怎麼可以由得太子來開職首呢 嗯 是 對 我也是這樣的意思 學士 在 那你又認為怎樣 我的意思呢 都是跟丞相一樣 太子窄心人口 勤政愛民 一向都得到人民擁大 我們國家將來全靠他做動良 沒錯 所以我才不答應他出外求道 大王高見 是不可以答應給他出去的 是不可以答應給他出去的 丘陀兒 那你呢 你做什麼不出聲啊 你做日跟昔達多開了的宴會 有什麼發現無 大王 我發現太子樂樂寡歡 除了正式必須的應酬交際 就整天一個人坐在一邊 靜靜地在那裡想東西 那你有沒有跟他討論呢 你應該曉以大義的 微臣有 但是太子很特別 他想的東西都是與眾不同的 他說 王衛不會沒有繼承人的說 他不做自然有人做 而太子他只是有不同的理想 正得帶到來離己離人 沒有對國家不忠的說 嗯 學士 在 你有沒有跟太子討論過 有啊 太子的志向很堅定 他認為我們傳統四聖階級制度不平等 不合理 他要出去求學 研究真理 希望探出真相 度幾度人 他有沒有說什麼時候會離開皇宮 說就沒有說 但是他曾經說過 生命是無常的 時間也很短促 所以應該趁早及時努力 不要延遲這樣說 唉 那太子一定要離開我了 大王 不如就由得太子離開皇宮一個時期 等他出遊 滿足了他的好奇心 那他就會回來的了 成相 不會的 色達多的意向一向很堅定 他立心要做一件事 就必然破釜沉舟 絕不退轉的 那就是 如果收到不成功 他不會回來 如果收到成功 他就會去弘法 大王 我們不如加多些歌舞作樂的節目 讓太子享受多些聲色之樂 讓他沉醉在滋粉臨中 那大王以為好不好呢 不行的 沒用的 我奉命去統籌歌舞宴會 請到全國的歌舞精華 太子不一樣不理 他並不是好色之徒 那怎麼算好呢 如果任他出離皇宮 我就少了他的兒子 國家政治就少了個人才 我真的不捨得 難道你們真的一點計策都沒有 有 計策就不是說沒有 只不過 只不過怎麼樣 你說吧, 成相 是 我以為太子雖然年紀輕輕 但是人間的富貴尊榮 他什麼都享受過 那他還有什麼要求呢 那就是 這樣才是為難 但是人間還有一件事 太子就沒試過 沒做過 是 只不過 請算微臣無臟 我好難說得出口 請大王搖書我 有什麼不可以說呢 學士, 憂陀兒 你們兩個知不知道成相的意思 我們都很明白成相的意思 是呀 因為我們曾經商量過 那既然商量過了就說 大王, 我們不應該這樣想 是呀, 我們不敢說 我現在正所謂方寸已亂 你說出來只是幫我 說錯了也不會有罪 大王 幹什麼 你們三個人 為何忽然跪下來 幹什麼 請大王海量汪涵 我以為太子如果有機會做皇帝 那或者會打燒他離開皇宮的意念 對得極 他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 你們什麼不敢說呢 大王, 我們的義士是事不宜遲 立即被太子登基做了皇帝 那他對國家有責任 就不怕他會去收道 是呀, 妙忌 真是事不宜遲 我退位好閒 我已經有了這點心很久了 既然大家用是這樣的意思 就這樣, 又這麼快就這麼快了 那太子什麼時候登位才對呢 那都要籌備幾天 最快都要七天 公佈天下的告示 調動工作人手 通知全國郡縣 學士, 你又要預備登基的儀式 是呀, 是呀 要幾天才排得妥當 還要預備宴會 還有太子的皇宮, 吉伏, 皇冠等等 都要促身的 都要時間來做的 叫起手舞的 那就是, 不過這樣, 七天就七天 但是七天內一定要保守秘密 千萬不要洩漏風聲 遲下才好鋪張, 暫時簡單單單就算了 那就不怕 今天就當是第一天 到第六天就是開國務會議 是呀, 今早我去請太子 太子就已經答應參加的了 他一向都是很講究信用的 答應了的事就不會不做的 那由今天起至第六天 就不怕他會撕離皇宮 不過第六晚就要留意了 是呀, 第六晚我們調五百衛兵 攀守著余花園 連太子府帝都守了 沒有人越得雷池半步 到第七天早上 太子就登基做國王了 那還有什麼好走 是, 妙妙妙 好, 一於這樣做 丘陀兒, 你還要安排歌舞娛樂太子 是, 微臣遵命 一, 二, 立正 敬禮 示衛長, 現在已經黃昏了 為甚麼你帶了一隊衛兵進來 回稟太子 我們接到大王的命令 派來這裡守衛太子府帝 守衛? 現在太平盛勢, 為甚麼突然要守衛 是, 示衛長 在 你吩咐他們, 駐守在余花園後面的樹林 你就在大門口守衛就行了 遵命 斜力 在 為甚麼大門口沒有截日宮女站班 是呀, 為甚麼沒有 本來這裡有四個人 他們去了哪裡呢 太子, 那邊有很多宮女 好像很熱鬧地走來走去 不知道做甚麼呢 他們拿著所有東西, 好像搬屋一樣 是的 他們這麼開心 彩兒和鳳兒都在 母妃都來了 黃妃來看太子妃和太子 太子還不去迎節 太子妃都去了 行了, 我現在就去 斜力, 你先去衛馬, 不用回來 遵命 黃色, 禮儀大臣也是這樣 明天會有施禮大臣來打點細節 你不用擔心 這次的儀式是簡單一點 沒辦法了, 籌備得這麼闖寸 又要保持秘密 母妃說甚麼呢 先聽聽 母妃, 太子也不知道 他知道之後, 不知道有甚麼反應 色特多知道, 當然不喜歡這樣安排 不過, 他個性仁慈, 又這麼孝順 他會看貼大王的心意 甚麼時候才讓他知道 明天早上, 大王就會跟他說出真相 然後, 師禮大臣和丞相 公卿都來恭喜 接他在宮殿行禮 大王宣布退位, 新王登基 儀式是簡單而隆重的 原來是這樣的 是 沒辦法了 時間不夠準備 就只好簡單單單 登位之後, 再補造慶祝會 不過, 就委屈了太子 母妃, 你不用擔心 這些是做父母一場苦心 色特多會明白, 他很仁厚 是好的, 講開又講 過了明天, 我就安樂了 我都算對得住我姐姐 摩耶夫人 自從她去世 十九年來, 由我苦肉色達多 她現在成人掌盡 我真的放下心思 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也無謂進去 太子, 還有甚麼差遣? 我為了馬了 邪力, 明天大王退位, 由我登基 這件事你知道嗎? 不知道, 沒人提起過 我不知道 我只是聽到母妃和太子妃說 才知道的 不過, 難怪 近來的情況有點不同 今晚的氣氛就更加特別 我明天登基, 公女一定是開心 還說派衛兵來保護府邸 其實就是監視我 幸好今晚被我聽到 那他們敢通知太子? 他們通不通知我, 我不在乎 邪力, 你去抓白馬見戚出來 遵命 耶穌, 我要離開你 我祝福你, 你自己珍重 太子 太子, 這麼晚了, 還騎馬? 是, 我不可以在明天登基做皇帝 我要離開皇宮 太子, 那你打算怎麼樣? 你也知道 我一直都想離開皇宮 到外面接觸廣大的社會, 尋思仿道 但是太子登基之後, 都可以研究的 不可以的 做皇帝要日理萬機, 國務忙碌 還哪有時候研究? 那, 遲些都可以的 我將學道放在第一位 學道是一項嚴肅修養 世間就好像火閘 生, 老, 病, 死, 就好像大火 很快就燒到自己和他人的身上 我不能夠袖手旁觀 我連識自己, 又為他人悲痛 所以我非要求道不可 現在我一定要走的了 太子悲天敏人的心腸 的確令人欣賠 但是這樣, 那對大王怎麼交代? 沒事的 只要我今晚離開皇宮 明天不得位, 那就行了 大王春秋正盛 他會繼續處理國事的 我是我父王的兒子 他會原諒我這次出走的 而且我也沒有做錯事 我走的是正路 將來他一定會知道的 那王妃, 太子妃 和羅侯羅小王子他們 都會捨不得你的 恩愛別離苦 乃是生命無可奈何的悲痛 將來我學到成功 破除各種苦惱 解決生死流轉 對他們自然有徹底的交代 太子 你不用多說 侍衛長 在 你全靈開去 叫五百士兵休息 回稟太子 守夜巡視是大王的命令 這裡是太子府弟 什麼事都應該由我決定 大王不會怪你的 遵命 太子全靈 眾士兵可以休息 謝謝太子 侍衛長 在 你都可以休息 進去侍衛室 是 謝謝太子 斜力 在 我現在離開皇宮 你不用送我 我自己騎馬走了 太子 你不要走 人來 人來 斜力 你離開哪兒 你別再吵 我學到莊嚴神聖 任何人 任何事物 都不能夠阻撓我 劍職 很感謝你陪伴我這麼多年 以後你可以休息了 劍職 現在我還要你再當我一程 這一程路意義重大 你起步 太子 太子 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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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上 劍職 你真是好 你很合作 居然跳過高牆 出了御花園 現在我要離開皇宮 學諸佛修道 如果我不成道 決不回頭 他還會 要離開皇宮 辛苦了 是